今年是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 也是广东珠海对澳门供水60周年 据珠海市水务局统计 60年来珠海对澳门的供水总量超22亿立方米 一代代水艺人建设水库千里吊水抗击闲潮 实现了两座城市原水供应一体化的多次历史跨越 日前记者在位于珠海湾载的竹心洞水库湖心岛上看到 对澳供水60周年展览详细展示了对澳供水的历史 1959年咸潮上诉澳门居民陷入用水困难 澳门知名人士何贤马万奇等人 以澳门中华总商会的名义 致函广东省人民政府请求援助 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 竹心洞水库作为对澳门供水的重要水利工程正式开工建设 为了迅速地完成这项浩大的工程 当时就从中山县25公公公公社累计抽集了4000多人 到这水库来搞建设 因为当时的技术条件不同 没有现在的大型机械 当时全部是人工形式把这水库给填起来的 花的时间很短一点左右把这水库给建好了 从那时候开始就向澳门供水了 今年已86岁的建设者罗雄超和老伴黄凤娟 时常会来到水库边散步 一起回忆当年肩挑手推参与建设时的情景 1960年总库容量240万立方米的竹仙洞水库建成投入使用 同年湾载银坑水库去工 那时珠海每天输送原水7000到1万立方米 暂时满足澳门供水需求 而随着澳门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社会发展 用水需求的不断增加 珠海又广开水源 新建珠海西江磨刀门供水系统工程 使日供水能力大幅提升 并形成江库联通 库库联通的供水大格局 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祖国 澳门的历史自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努力 对澳工水逐步得到保障 然而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海平面的上涨 咸潮等自然灾害对沿海城市的影响越来越大 面对紧急情况 从国务院水利部到广东省委省政府迅速做出批示 并多次召开中央和地方的联席会议探讨解决办法 最终开启了一场千里大吊水 紧急从贵州 广西等大型水库吊水到澳门 整个千里大吊水过程经历了14天 供抢了4000多万立方米的水 黄穗文表示 祖国的紧急吊水让澳门居民更加深刻感受到 祖国对澳门的关怀并希望回馈祖国 在2010年也推出一个节水规划大纲 通过这个节水规划把澳门建成一个节水城市 十多年来吧 我们一方面就是配合一些供水的政策 保障供水安全 另外一个我们也希望在特区里面 做好自己的节水工作 作为回馈祖国的一个政策吧 2019年月稿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重点项目 直接通往澳门荡载岛的对澳供水第四管工程 于10月17日完成竣工验收 珠海对澳门供水能力从50万立方米提升至70万立方米 未来距离珠海480公里的大藤侠水利枢纽工程 还将进一步提升月稿大湾区各式的原水供应保障水平 珠海与澳门应一套供水系统紧密相连 同州共计60载 今后也将在月稿大湾区建设中携手并进 再创辉煌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